我們今天的訊息就是講到我們給神的使用 我都去宣教的 其實我去了非洲很多地方和不同的國家 在網上你看YouTube 你會見到Castor Yip那個 Castor Yip這個業務司 另外Facebook業務也會有 如果我去到那些國家是有網絡的 我會直播的 有英文翻譯做不同的語言 在網上全部都是廣東話 今天的訊息就是講到憐憫失塑的人 我們能夠去拯救人 將人救他們的條例地用 希望我們都留這個心 一時說 神喜愛連率 喜愛祭祀 這不是神喜歡祭義 比較來說連率是非常重要的 憐憫的心 我想說話就是 但是我去到很多教會 有時我問一些人 我說 你認識了幾個人 我問他們 認識了幾個的 十個、二十個的 都有人舉手 但認識了很多時候 沒有人舉手 尤其我去到一些地方 他們很多人的心態 我們教堂就是我們聽道 只是聽道 聽完就不走 甚至有些人計算時間 聽道他就不出現了 講完道他就走了 有很多人 沒有一個心 我在教堂都可以連份人 其實 在教會 我沒有想過 有些人 未必肯定清楚得救 在教會 有些人是心靈 大家沒有想過 這個觀念 我發覺 有很多地方 在教堂的時候 都沒有一個心 我怎麼去認識 關心周圍的人 因為我們關心周圍的人 我們才可以 去關心到外面的人 而我在初信主 神給我這個心意 就是我說 到底在教堂裡面 是個個都很清楚信耶穌 那我就特意 在團契時間 早點回來 跟他們聊天 聊天的時候 我發覺很驚訝 原來有些人 是未清楚信耶穌的 所以我就特意 早回遲走 而當時我信了幾個月 我就覺得 是否每個人都清楚信耶穌 神給我這個意念 那我就開始跟他們聊天 那我特意有時 結束了團契 我跟他們一起走 那時候我住在旁邊 一路走走出去 離開旁邊 跟他們聊天 以後我自己又回家 就是有這個心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心 就是憐憫人 你有憐憫人的心 神很喜悅 神很喜歡的 神見到有人 有這個心 神是非常喜悅 神一定大大的祝福你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心 你想讓神喜歡你 神愛世人 但是神喜悅 那些遵從祂的人 愛祂的人 就是把這兩個詞分別了 神喜悅的人 有些人說死了 我不敢說 神喜悅 只要你願意 我願意愛神 我願意愛神 我願意做 聽神的說 神有喜悅 你不用想著 我要做到完美 所以耶穌說 你把一杯涼水給小子 都可能不覺得上次 就是說你做了一件最小的事 為耶穌而做 神都喜悅 我想問大家 你可以放膽的 你覺得 你都是有嘗試去做神 叫你做的事 你真是有嘗試去做 去愛神的 就是神喜悅你 有幾個你覺得你是這樣的 可不可以舉手 尷尬的 有幾個是這樣的情況 放膽一點 就是夠膽 我是做神喜悅的事 好了 有些人沒有膽 或者不放膽 或者覺得你做到 嚴敢舉手 那我這次的信息 就告訴大家 我們個個都可以做到的 不是難的 只要我們的心 放下自己 不只是為了自己 正經說什麼呢 你想得福是什麼 施 比受更為有福 祝福人 反而你得福多些 你想得福多些嗎 你想得福多些呢 你就 聽神的話 神是會將最好的給你的 感謝天父 好了 在這裏講到 真信主的果子 有很多人不清楚 我信耶穌得救 這是真的 不過 信耶穌人師兄說 必定有果子 有什麼果子 我分開做六樣 而六樣分開兩三大類 我們一起讀那些字 第一類是和什麼有關呢 與舊人有關 是什麼呢 就是悔改禮罪和信靠主 而且深信耶穌的人 不只是信 有些人說 信耶穌得美生 這個是真的 聖經講這個真理 不過 聖經也都說 信心無憑是死的 所以 深淨得救的人 深淨得救的人 他一定有什麼果子 他會繼續悔改 他不只是信主那時候悔改 他會繼續悔改 離開罪 然後他會繼續信靠耶穌 即是說 不只是信耶穌那時候 信耶穌 是以後都信耶穌 然後第二項 一起讀 與上帝關係 是會做什麼呢 親近上帝愛神 就是說 與神的關係 那你就會親近神 愛神 這就是 繼續與神的關係 第三 就是行為 一起讀 遵從神 和侍奉神 有些人說 是否侍奉神 每個人都要做呢 即是每個人都要做呢 有些人就說 全人做 侍奉人也做 但是 其實 聖經告訴我們 為什麼我們會看經文 就告訴我們 任何一個基督徒 都一定是需要侍奉神的 不是一定是教會侍奉 你任何做在主的身上 為主做的 都是侍奉神的 下面我們一起讀 我們悔改信主就得救 我們得救 不是靠行為 不是靠行為 但是 我們信主之後 一定有這六樣的改變 我希望大家記得這六樣 我們一起讀 那六樣 好不好 繼續做什麼呢 悔改 慰罪 信靠主 親近神的 愛神的 遵從神的 遵從神的 侍奉神的 就是說 我們一定會繼續 三類的 就是和救恩有關 和關係有關 和和行為有關 好了 我們現在就看看這六樣 這次我們第一樣 第一個部分主要講到 就是 聖經告訴我們 是否支持過幾個道 都要全方的 是否共同都要侍奉的 我想告訴大家 是必然的 那如果你沒有做 那怎麼辦呢 我們真是悔改 求主幫我們 因為聖經提醒我們 因為聖經說 有些人將恩賜 埋藏在地裏 還有沒有做在小弟兄身上 就是沒有做在耶穌身上 那些人完全沒有這些改變 他是可以不得救的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做那些基徒 有些人真的 他們這六樣東西 沒有結出這個果子的時候 他的生命是有問題的 那有些人可能說 那些臨死信耶穌那些 那些行不行 他們沒有機會 但是我想說 就算一個臨死的基徒 一個人臨死的時候 他信主 然後他真心覺得耶穌好 他的心裡面說 耶穌救我 當他願意的時候 他說我真的願意信耶穌 這個都是見證 這個都是一個侍奉 他願意在人面前去見證 他願意信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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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說 他連這樣說也沒有 但是他的頭 神是好的 我願意信耶穌 他都是 他都是有這個改變 有這個見證 任何永要神的 都是一個侍奉 我希望大家 當然我們現在會生生的 因為只是這樣 我們可以做更多位主義 神是非常喜悅的 神喜悅的時候 你一切的好處都不決 尋求耶穌的 什麼好處都不決 我們一齊 看一看 我們不用讀這裏 加勒泰書 五十九次開始 我這裏情慾的事 我們只是讀黃色的部分 因為黃色部分有時候 有些基督國都會犯 奸淫 污慰 拜偶像 仇恨 憎 憎恨 憎恨 爭黨 紛爭 疾道 我想問大家 有沒有試過疾道人 有沒有生氣人 有沒有生氣人 有沒有跟人爭敬 下面黃色那裏 最後那裏讀什麼 必不能承受神的國 即是說 如果我們沒有真心悔改 是可以不承受神的國 但我們真心悔改 你就犯了罪 當然說 死了 你有沒有過這個犯落 你就求主神 所以基督國是需要繼續求主神 任何一個罪 是可以叫人得不到救 如果他沒有悔改的心 任何一個罪 我們都需要悔改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悔改 我們知道罪是嚴重的 就不要說 我曾經試過一次信耶穌悔改 但是以後呢 罵人也不要緊 說閒話也不要緊 有些人遇到崇拜 就做什麼呢 喝茶就在那裏說 今天哪裏 哎呀 不適合聽 今天那些地方有什麼不好 就會這樣的時候 一路說閒話也不覺得緊要 那我要知道就是任何有罪 有時候有些人說 罵老公不要緊要 老公這麼多不好的事 當然要罵他 罵老婆不要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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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覺得不緊要 其實呢 行者有些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確保 所以你說 神啊 求你叫我真心悔改 這種悔改 見慰神的心 是每一個基徒 一生都應該有 是不是應該有 那你說 死啊 我處理不了罪 處理不了罪 你就求主幫你 只要我們怎樣處理罪 一有罪的意念 生氣的人 之後說這個罪有破壞性 我立刻處理 就是說我不要生氣 因為生氣人 反而害了自己 是不是 不搖書人 天父都不搖書 就是有個罪業在心中 立刻就處理 這個就是處理罪的鑰匙 不是很難的 因為你知道那個嚴重 我想問你 現在有人說 給他東西吃 你吃了呢 就會有癌症的 你會不會吃啊 你會不會吃啊 好吃的 很美的 做得很美的 你會不會吃啊 你都不會吃 因為你知道有癌症 同樣 有些人說 有些人說 死了 每個人都會生氣 但聖經說什麼 凡向弟兄動怒的 難免受審判 和凡馬弟兄是蠢 蠢 南面地獄的火 正經那裡用拉家的字 就是蠢 所以我們知道 繼續悔改靈罪 就是求主祈賤 可不可以繼續悔改啊 回家還可不可以罵人 罵人就求主祈賤 好了 繼續信靠神 在這個經文法 接待他就是信他 信靠是甚麼意思啊 信靠是甚麼意思啊 信是甚麼 在這個經文有解釋的 信 用甚麼詞來形容 大家可不可以讀出來 信是甚麼啊 這裡說 接待 接待就是接受耶穌 給耶穌入我們的心 給耶穌做主 這樣的人 神就給我們權力 做神的兒女 即是說 信耶穌 是繼續給耶穌掌盼生命 我繼續信靠耶穌做救主 我繼續給耶穌掌盼 耶穌是否你的主人 是否你的主人 耶穌是你的主人 你就是同樣關係 神知道誰上了天堂 很容易的 神很容易知道 誰有聖靈在心中居住 那個便上了天堂 為甚麼有聖靈的主人 就是跟神有關係 神感動你 你會回應 這個便是得救的人 神感動你 你會否回應 會回應 你便接待耶穌 接著 第3章 就是親近神 約15章6節 我們一起讀 人若不常在我裏面 就像枝子雕在外面 人十起來 瘟在火裏 燒了 人若不常在神裏面 就去哪裏 是否天堂 在天堂那裏燒 天堂又不是有個燒烤路 是否天堂 那裏不是天堂來的 現在火裏燒 這是地獄 即是如果不是時時在耶穌裏面 那在耶穌裏面 為甚麼呢 下面有個圖 第一就是看神經 不是只看過 有些人就是看過 看了應容 第二是甚麼 親近神 就是看聖經和親近神 這樣的時候 你就和耶穌有關係 你有沒有發覺有個互動 有發覺互動 即是你犯罪性靈的感動 你不要罵人 不要罵人 接著 你就說 好吧我聽話 但有些基督說 他抵罵 我不敢要罵他 怎能夠要罵他 我犯那麼大 就不能夠要罵他 這樣的時候 他就拒絕神的感動 我們敢不敢拒絕神的感動 千萬不要 所以我們得救的人 一定有個表現 就是跟神有關係 繼續有互動 有交流 神經常和我們感動我們 有沒有發覺 當我們犯罪 精靈就會感動我們 叫我們知罪 有沒有這種感覺 你敢不敢 有幾個人 你犯罪 你會心中有種不舒服的感覺 譬如說 有幾個人會有這種情況 你犯罪覺得不舒服 這個是得救的表現 就是說 你裏面有性靈的感動 你有的時候 你就悔改 求主幫你趕路 那你說 我現在還未有 那你就求主四面 望不盡 因為我一生人犯的罪 求主四面 性靈就開始感動你了 我們有沒有罵過人 我們有沒有罵過人 有沒有生氣過人 有沒有貪心 有沒有令人不開心 有這些罪 我們立刻悔改 求主四面 聖靈就開始在你裏面做工 那你就犯罪了 以後 你一罵人 你的心或者想罵人 你的心裏面 就有了不舒服的感覺 這個就是聖靈的感動 當你回應他 你就和他有關係 你想和耶穌有關係 這個最重要 你和家人有沒有關係 有 但是和神的關係 是最重要的 第四項 就是和神的關係 我一起讀 《馬可十二章三十節》 你要盡心盡聖盡以盡力 愛主你的神 《風格碌三十十節》 《 rain珂德式》 《若有人不愛主者人,可助可奏》 這 situ是愛神的重要性 第一就是最大的戒命 有人問耶穌 什麼是最大的戒命 耶穌就回答他 就是盡心盡聖盡以盡力 整個靈魂 盡聖的原來是整個靈魂 整個心靈去愛神 神是最好的人 我要愛祂 如果有人不愛主 如果有人不愛主 一起講 我做我就 嚴重 很嚴重 到底愛主是甚麼呢 第一就是感激主 有沒有感激神 多謝神我有手有腳 有腦有身體內臟 有沒有感激神 我們有生命是神賜給我們的 所以我們感激神 我想問你 有個人送個電腦給你 你會不會感激他 送個手機給你 可能有些人都會用電腦 有個人送個手機給你 你喜不喜歡 你喜不喜歡那個人 你喜不喜歡 神是否只會送個手機給你 不是 他整個生命給你 又將永生給你 將來可以去天堂 是不是很好 你喜不喜歡天堂 即不是現在去 有個人去 都不喜歡 當然喜歡 喜歡 喜不喜歡地獄 當然不喜歡 天堂這麼好 這麼開心 這麼有愛 是不是很大的愛 我們應該感激神 多謝天父 你為我 差異耶穌為我死 所以我去到天堂 跟神做很多好的事 經常在心中感動 你帶領我們 做很多好的工作 給我們好吃的東西 你喜不喜歡吃東西 喜不喜歡吃 喜不喜歡吃 芒果 菠蘿 荔枝 喜不喜歡吃這些水果 喜不喜歡吃蝦 蟹 龍蝦 喜不喜歡吃 為什麼這麼多好吃的東西 就是神似雞 很好吃的東西 如果我只是 你沒有那些材料 我只是給鹽油 醬醋 什麼什麼 給你 你做多少粒子出來 做不到 人是做不到的 一定是神做的 所以我們應該感激神 愛神 和祂有關係 和遵從祂 親近祂 這些就是愛的條件 我希望大家都真的愛神 喜歡神 我想問大家 你有子女 有孫 喜不喜歡祂 見到兒子的孫 走過來跑過來 你喜不喜歡 很開心 是不是 我們應該是否喜歡神多些 希望大家都是 一想到神 就答堂 我整天都喜歡神 因為神真是最好的 神真是將很多東西給我們 我告訴大家 我在網上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我現在67歲了 我想說是什麼意思 神給我健康 老實說 老實說 很多人不是這樣 又可以飛去很多國家 有時飛去是三十個小時 他不是飛三十個小時 飛完幾個小時 又停幾個小時 一天飛幾個小時 又停幾個小時 有時三轉飛機 有時四轉飛機都有 飛完還要搭車 有時搭兩三個小時 四五個小時 六個小時都有試過 但是我也有這個體力 感謝天父 我就很感激神 我就很喜歡神 我整天都喜歡神 神給我好好的太太 神給我有各樣的資源 給我能夠有機會 去到這麼多國家 都是神的一面 大家有沒有感激神給你的東西 其實我們什麼都是神給我們 所以希望我們大家都愛神 好了 接著就是行為了 尊重神 有些人覺得 噢 罵人是有家常便飯 但是聖經說 尊重神是最重要的 因為聖經很嚴重 提醒我們 馬祭坤 清真夜一節開始 凡清夫我主啊主啊的人 一起讀 巴南都盡國 都盡行我天父子的人 才能盡去 當晚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 主啊主啊 我不是奉你名全讀 奉你名趕鬼 奉你名行 許多二人嗎 我就明明地告訴他們說 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你們這些 作為這些人離開我去吧 嘩 他在這裏講到 我奉你名全讀 奉你名 那一位行人 都不能夠聖經天國 為什麼呢 是因為他沒有遵從天父的旨意 是不是有這樣的人呢 我昨天認識一個人 未認識你的人 他跟我聊天 他跟我講 他說呢 他有一個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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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不回教堂 我以前也聽過 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昨天又另外聽另一個人 就是有些人 他回教堂是上班的 他跟神無關 他沒有遵從神 這樣的時候 他是可以得救的 所以我們遵從聖經的吩咐 愛神愛人 關心人 遙書人 祝福人 傳人福音 所以是吩咐我們 所以你們要去 這個不是吩咐 所以你們要去 使萬物作夢圖 這個不是吩咐 是不是戒命 是戒命 所以我們要遵從 我們遵從的時候 就是神的兒女 我們不是靠行得救 很清楚 我經常說一次 我們不是靠行得救 我們信靠耶穌得救 信靠耶穌 但是信靠耶穌 一定會遵從神 信靠耶穌 一定會遵從神 也都是會侍奉神 最後這裡講到 侍奉神 有些人說 是不是真的一定要侍奉 侍奉 侍奉不是一定教堂裡侍奉 你任何時間祝福人 都是侍奉的 一起讀馬太二五章三十節 反者侮辱的獄人 丟在外面黑暗女杖 那你必要摸空截止了 由馬太二五章十五節 我要回答說 屈實在告訴你們 這些事你們 既不造在我者弟兄中 一個最少的身上 就是不造在我身上了 這些人要往回迎女去 那些人要往永生女去 馬太二五章是講到 三個理語都是講到 世界末日的 講到審會的時候 第一個比喻就是十童侶 五個童侶是有餘未有 五個沒有餘未有 五個童侶沒有餘未有 是不能進去的 這裏這個有 應該講到救恩或者聖靈 或者總之神的同在 然後第二個比喻 大家沒有印象 就是講到 有三個母人 一個母人有五千兩銀子 一個有二千 一個有一千 接著五千我賺了五千回來 二千我賺了二千回來 一千我做甚麼事 他就掘個洞 將它埋藏在地裏面 主人回來 他拿出來給他 即是說 他沒有用在人的身上 沒有使用在服侍裏面 那裏不是天皇 即是說一個人 將他的恩賜 甚麼是恩賜 你說我沒有甚麼特別的恩賜 我又不懂唱歌 我又不懂 我又不懂講道 我沒有甚麼恩賜 不只是這些 你懂得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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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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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以幫助人 即是任何我們做的事 這裏都是有恩賜 任何我們為神而做 這種能力 不要埋藏 到底大家 我心想大家 你們來到教會 歡迎人 可以嗎 關心人可以嗎 不就是歡迎我 歡迎人 忘記了誰 關心他 譬如有身來的人 會否跟他聊天 這個已經是祝福人 會關心他 幫助他 這個已經是事物 不難的 只要你的心願意 你隔壁論社 可否跟他聊天 關心他 這樣的時候 其實不難 神都會歡喜 我們能夠去關心周圍的人 如果不然 就是無用的報仁 然後 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即是做在基督徒身上 或者 你因為想帶人信耶穌 而做在他身上 譬如 我想去傳福音 我想做一些事在他身上 譬如 有些人去派水 就是為了傳福音 他派水給他 然後我向他傳福音 這個 都是一個事物 做在他身上 這樣的時候 就是神起願 但沒有做在他身上 又如何 去哪裏 到黃色那裏 最後哪裏 我永逢要去 永遠的刑罰 是不是很淒涼 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 事奉不是一個選擇 事奉是哪裏 我是不是靠事奉得救 是不是靠事奉得救 我想問大家 是不是 不是 是靠什麽得救 信靠耶穌得救 是白白的禮物 不過信靠耶穌呢 耶穌就是住在你心中 耶穌在你心中 會感動我們悔鬼 會的 會的 會感動我們幫人 你見到別人 你就去幫他 不過有一種力 阻礙我們 什麽力呢 很害羞的 我不敢的 我不祭 這種阻力 我看看你哪裏大些 耶穌的吩咐 已經說 我不祭 哪裏大些 很多人就不祭大些 不祭 我不祭 我不敢 這樣就不敢去傳福音 這樣的時候 一世人都不敢幫人手 是可以有危險 耶穌就說 你是由惡又懶的牧人 如果上天堂 耶穌判斷你說 你是由惡又懶的牧人 你會害怕嗎 哇 糟了 如果耶穌說 是由惡又懶 立刻 不是打個凸 是害怕 耶穌不行 不行 不行 你一定不會放棄我 但是到天堂的時候才悔改 是不是太遲了 是太遲了 所以呢 我們現在 可以去做 現在可以做 任何一個東西 我們在做人身上 首先 來到教會的人 可不可以關心他 問一下他 有時候 有些人 需要探探他 跟他聊天 幫他信仰 跟他一起查經 其實不難 因為呢 教會裡面的人 通常都會接納我們去關心他 是不是 容易很多 然後再去外面 大家想不想做 我也想做 這個是神吩咐我們 必定要做 你想想做都要做 最好你想做 做得開心 神給我們一個互動的討告 和互動的行動 這個意念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一祈禱 神就馬上聽我們祈禱 是不是 我們一愛神 神就為我們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 見到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過 神一定有互動 是不是 所以我們相信 我一親近神 神就歡喜了 我一尊重神 神就歡喜 這個是互動的討告 一路 讚美耶穌 耶穌就歡喜 這樣祈禱也有動力一點 有些人祈禱 神啊 你幾次聽過祈禱 廢點啊廢點啊 好慘啊 廢點幫我 你覺得神不聽祈禱 但是聖經是不是這樣說 請說神一定聽過你祈禱 所以那時候有信心 我祈禱神一定聽過我祈禱 這個不是驕傲 不是我這個人 而是神的果質 一定回應真心向祂討告的人 和真心愛祂的人 神一定回應 所以我們每一次做任何的事 祈禱立即開心 我幫人也可以開心 就算他拒絕也不用 不要不開心 他拒絕不要緊 我們心就說 我和他全歡喜 神是歡喜的 神是喜歡的 在一起跟我說 我向他全歡喜 就算他不信 神都歡喜 神都歡喜 我能夠做到人身上 神就歡喜了 希望大家都會 能夠知道 事夢神 都是一個 是我們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做 不是一個選擇 我們再溫和大家 記得 一起讀一讀這六項 讓我們記得 基督徒一定做這六項 一起讀一讀 但我們又沒有一種 律法成死 我一定要做 而是神這麼歡喜 我就樂意去做 我一做 神是很喜歡的 而且神給我一個意念 討神喜悦是不難的 有些人說 不是的 很難的 很難討神喜悦 但我想給大家知道 討神喜悦是不難的 我們一齊 來自上高度 下低下 犯了罪 求主經典 神就喜悦 出自真心 神就喜悦 反罪 求主經典 神經說 一個罪人悔 天上都要為他 歡喜 原來神就歡喜 就算你反罪 當然神不喜歡我們反罪 但我們反罪 我們真心悔的神是歡喜的 所以不難的 只要你說我悔過了 神就歡喜 第二項 真心討告 神就喜悅 如果我們真心祈禱神 我真的需要你 你幫我 神懈念我 神就歡喜 聖經是否答應我們 神會聽我們祈禱 聖經是答應我們 所以我們放心祈禱 有些人說 我祈禱沒有用的 我祈禱 神你給我一個最有錢的老婆或老公 或者我最漂亮的老婆 最好的人 神也不給我 我是要那個人 為什麼那個人不給我呢 這個是人的意思 神會給我們 無論你是哪一個人 神可以給你最好的婚姻 或者是單身 你說死了 我不需要單身 我要婚姻 不是每個都有婚姻的 不過不要緊 就算單身也可以開心 總之神在你生命中 只要你聽話 祂一定將最好的給我們 你相信不相信 聖經是講到 神是你所定的日子 我上面的日子已經寫在你的策上 神已經寫在你 神是你的意念向我何等無為其數 何等眾多 詩篇一八三十九篇 十六十七節 就是講到 神在為每一個人心裡有其的計劃 只要你聽話 你就能夠進入這個計劃 所以你真心祈禱 神一定回應按照神的方式 跟我說一次 我們祈禱 神一定回應 按照神的方式 按照神的方式 有些人說 我不要神的方式 我要我的方式 但是神的方式其實是最好的 因為神是最智慧最好的 第三項 真心愛主 神就喜悅 聖經說 神為愛他的人 預備的是什麼呢 是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過 是你想也想不到的 神會為你預備 最好最好的 所以你一愛主 你就告訴自己 我愛主 神一定會歡喜 但是真心愛主 聽不懂 吸小子一杯涼水 神就喜悅 聖經說 這個人就是什麼 不能得得上次 一定得到上次 所以希望大家 記得 我們為主耶穌做任何事 祂都喜悅 這樣難不難 給了一杯涼水難不難 不難 即是在任何時間 你幫助人 對人好 都是好的 不過這個聖經講到 是對神的敵氣 即是對基督徒 或者是你傳福音的時候 你想祂上耶穌 而願做到祂身上 神來喜悅 或者你是榮耀神而做的 神得喜悅 好了 如果你差不多就死 嘩 已經喝了幾口水了 嘩 已經好像想窒息 然後有人救起你 你會不會很感激 嘩 在水裡死 哎呀 出不來 然後有人拼起你 你會不會很感激 多謝你救了我的命 如果沒有救我 我今天沒命了 會不會很感激 耶穌就是把我們從地獄救出來 所以我們應該感激 我想問你 在世界上有多少人 對你這麼好 多不多 不多 但是神救我們 變成給了很多陰意 所以希望我們 各個都感激神 我整天都很感激神 為什麼呢 我真的 我每樣都記神的 譬如我曾經差不多有交通意外 真的 那輛車和我的距離很短 我簡直說 神啊 我都不知道這麼快要去你那裡了 我簡直以為就是要去的了 因為那輛車是賣 沒有機會走 誰不知 那輛車不知道為什麼 它有機會離開 我真的 是很感激神 我有很多事情發生 我差不多 有一次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 我弟弟拿著一把剿 然後我就欠著一把刀 我就站穩 就掉了那把刀 跟著我的鼻子 就欠了那麼多 我小時候就開始了 我感激神 我什麼都記住 那時候我未信耶穌 但是我信耶穌 之後我就記住了 我就說 多謝耶穌 神的恩典 還有我們有神救 我們會不會見死不救 現在有一個圖 右上角 有一個人快要淹死 都在那裡看 另外有一個圖 就是有些人在那裡拍照 在那裡拍照 在那裡拍照 發給人 一天就淹死了 會不會見死不救 我希望大家不會這樣 真是落地獄 耶穌曾經容許一些人落地獄 你上網可以看到 真的有些人落地獄 有些人是基督徒 實際上他知道 他的地獄是多慘 他們形容在地獄是怎樣的 他想呼吸 他需要呼吸 他需要呼吸 但是是沒有空氣的 所以呼吸 但是沒有空氣 是很辛苦 整天都很疾色 但是又不能死 整天好像疾色 整天又痛到不得了 火燒得很辛苦 還有臭得很緊 他需要被世上的任何一種苦 痛苦千萬倍 但是又不能死 那地獄是很慘的 你的鄰居 你的家人 你想想救他們 你周圍的人 或者有些人進教堂 送上門 有些人自己走進教堂 你不會走過去跟他們聊天 那你說不行的 那些小人問 之後不問到我 乒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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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做什麼 他說 我教堂那些人 我们传道应该去欢迎祂,耶稣说,不是祂欢迎我,是祂有没有欢迎我,祂有没有做在弟兄身上,耶稣是否审判你根据祂的传道有没有去欢迎祂,神审判是否根据祂有没有做,是根据祂有没有做,所以你见到有新人来,你就快手快脚走去欢迎祂,我叫什么名,多谢,欢迎你来到这里介绍一下自己,然后看看有没有机会, 可以帮助他,大家可以做这些东西吗?其实不难的,由这个开始下,所以不要见死不救,还有有年衰人,年衰人呢,我们不详细读那些字,总之感受人的痛苦,其实这个世界很多人很痛苦的,很多人不开心的,很多人失眠的,很多人失了很多毛病,很多人在家里吵架的,大家知不知,其实很多人需要人关心他, 神说什么?我喜爱连述,不喜爱祭祀,任何做在人身上,耶稣就怎样?祂就欢喜了,祂就祝福你了,而侍奉神可以包括很简单的东西 我们一起读一读,欢迎人,聆听人,建立关系,还有爱心,关心人,帮助人,代讨,传呼音,帮助人的灵魂,任何做的,欢迎人,听人讲话,建立关系,有爱心,关心人,帮人,为他祷告都可以,为他祷告都可以, 那你不要只是祷告,就是有行动,但是首先是祷告,还有传呼一份帮助人的灵魂,是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那么耶稣说到什么呢?我比喻说到,你快点去大街小巷,领导那些贫穷的残废的核弹的强女,见到什么人都可以去帮他 就是耶稣想说,你任何人都去帮他,当然任何时间都跟人建立关系 有些人说到就是,就算你三不熟,在等巴士,等车,你可以说什么? 啊,今天很晒啊,可以开始聊天,有没有人跟你这样聊天? 啊,今天真的很热啊,这车感觉是没有到的,有没有事吗? 就是有人跟你聊天? 就用这句说话开始,跟着就跟他聊聊聊聊关于耶稣的恩典, 或者分享一下,啊,我呢,我以前有什么病的,我以前有什么不开心的 现在耶稣医了我,有些人就说,不想踢到灵魂的头,不要紧要,你做了你的办法就可以了 有些人会说,真的吗? 就是,譬如说你以前才有句话,哇,真的是这样吗? 那么后来我康复了,哇,怎样康复了? 接着呢,你就说,耶稣救我,我们其实呢,其实我是向很多人物身人传华 我试过次数很多很多,总有很多人传华,不过也都有些人传的 首先,在教会的是不是最容易?他送到上碗了,是不是? 他送到上碗了,是不是? 他送到上碗了,然后呢,才去外面那里做 那,和不同的人的需要,我们都可以回应 那,神在各方面都帮人,有什么帮人呢? 失眠啊,真的有很多人祈祷会睡觉睡得好啊,容易低层啊 那,如果有一个人听话呢,他真的可以改变 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呢,她曾经呢,给她一个人用火烂的手, 严重的虐待,是用那个藤条打到她的脚, 连个人打到她,整条狠受伤的,整条被家人遭遮, 所以他变成了有中度的抑郁症,但他信耶稣之后, 他真的坚决,我要听完耶稣说,他真的完全处理, 整个人都说了,那真的有些人是抑郁的,都被医治的, 或者容易发怒,家庭问题,贪心迟劳啊,或者很多病, 神都会帮助任何一个人去,这些我们跳了, 那我想讲讲这个经历圣灵暴露法,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方法, 原来我们为人按手祈祷,首先你处理生命, 当亲人神,你可以有圣灵的能力, 你为人按手祈祷,人可以经历圣灵的工作, 那这个是经历圣灵暴露法的简单的方法, 就是为什么我们听不到,我们这样讲, 第一就是聆听,和人谈解,回应他的需要, 第二,分享我们经历过的事情,的分量, 第三,邀请他,你想让我为你祝福祈祷, 祈祷祷,第四,祈祷祷之后就问他, 我问他的说话一起读, 第四,请你仍然而贝上半征, 你在祷告时有没有经历或感受, 你就问他,祈祷时有没有什么经历或感受, 第五,你经历的就是圣经所说, 你想让神叫他祝福你,就是说他经历平安, 就是圣经说,神将平安给我们, 他觉得身体舒服,就是圣经说, 叫我们用身安眠居住,神真的叫我们舒服的, 或者他觉得,轻省,你就说, 烦恼无贪重大的人,可以当我者律来, 耶稣叫我们得安息, 原来神说了, 原来你所经历就是神的工作, 你想让耶稣祝福你, 祂想,你就解释耶稣的救恩, 耶稣是神来的, 祂说,我们来到世界上, 我们害怕死, 代替我们受罚, 你悔悔信靠耶稣, 耶稣就救你了, 然后你就带领祂悔悔信住, 就是一个, 基本上由祂, 帮祂经历圣灵, 来带领祂信耶稣, 这个方法是一定要在教堂操练的, 那以前我在这里, 曾经是, 都有一段时间, 很长时间跟大家操练, 那谢先生, 谢太太, 当时是其中一个常客, 即是, 祂子都在, 他们都操练很多,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尝试去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宽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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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盛